杨先生24岁来自重庆运营 邓女士25岁来自重庆 人事 何请 欢迎两位啊 恋爱谈得不错 要结婚了 结果因为彩礼的事 女生要分手 你不愿意 对吧 对 怎么了两个恋人就闹翻了 是这样的 那段时间嘛 我们不是要结婚了嘛 我们两家人就在一起吃了个饭 结果呢 她爸一来就说 要20万彩礼 然后其中10万 还要借给她弟弟做生意用嘛 我们家里面当时就心里不舒服了嘛 因为我们家里面条件那也不是很好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爸就提了一嘴 我们就是要彩礼的事情 然后他妈就一上来就说 我们家卖规律的 然后我爸当时听到就急了嘛 那肯定当时就说 非20万不嫁了嘛 我爸妈当时拽着我跟我弟 就让我们走 但当时我没回去啊 当时我不是跟你回家了嘛 是跟我回家了 但结果呢 但我跟你回家了 你当时什么态度啊 你从来都没有对我那么凶过 拉着个脸 脖子都红了 跟我吵 我都没跟你吵 这样我跟他在一起都两年多了嘛 我从来都没跟他翻过脸 也没跟他吵过架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嘛 我就皱着皱眉头 然后他就以为我跟他吵架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我心里想嘛 可能走就两三天就回来的嘛 结果他一走就是两个多月 然后这期间的话 我还跟他约了好多次 约他出来吃饭嘛 结果都不像以前那样的 是啊 我也觉得我们俩关系 不如以前那样了 在家这段时间 我也好好地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我应该找个 什么样子男人呢 那就是对我好 对我家里好 他家里条件怎么样 我觉得都无所谓对吧 那你对我家好吗 你对我好吗你现在 你对我弟好吗 对我家好吗 那我对你家怎么不好了吗 每一次我在家里面做饭嘛 都会把他递叫上 那我递叫上很正常呀 我弟也不是天天有时间 他平时要上班呀 那一周叫个一两次 你也不情愿呢 你作为姐夫 做了吞饭吃 我弟来了 你还不高兴吗 哪也不高兴呢 那后面你弟不是 看上一双篮球鞋吗 限量版的 我还是给他买了呀 那结果你还说我不好 主持人是这样的 之前嘛 他弟在网上 看上一双篮球鞋嘛 限量版的 当时呢 他弟弟就让他帮他抢一下后嘛 然后他又对球鞋又不懂 然后就让我帮他抢 结果我一抢 运气比较好嘛 一抢就抢到了 五千八百八十块钱 那时候我两个月生活费 我二话没说 就帮他买了呀 你那叫二话没说吗 你天天在我屁股后面练到 说 你弟那钱什么时候还咱们呀 你作为姐夫 帮弟弟买双鞋 你还心不甘情不怨不乐意了 那我那叫天天说吗 我就那一次给你说的都好不好 我就是说这个鞋是送给你弟弟 还是你弟弟把那个钱还给我们嘛 那结果你说送给你弟弟的 那我也没说什么呀 那后面基本上那个 每天下班还要去做兼职 来维持每天的生活 你看让你买双鞋 你心不甘情不愿 是吧 那你就是我让你帮我弟 介绍份工作 结果呢 你工作介绍好了吗 那我不是给弟弟找工作吗 你弟那个表现怎么样嘛 开始他弟刚毕业 就让我帮他找工作嘛 我正好有一个朋友 创业开了一个公司嘛 就请我朋友出来吃了个饭嘛 谈了一下去他公司上班的事情嘛 结果谈成了嘛 然后就让他弟弟去上班了 然后最后呢 上到不到一个月 然后我朋友就来我这里 反映了好几次 他弟弟经常上班迟到挖早退 一点都不积极工作 你还好意思说 我弟还跑来跟我哭 他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一直都是我照着他 结果到你那儿倒好 你让他跑到我这儿来哭 你知道这是他第一份工作 给他心里造成了多大的一个创伤 你知道吗 那不是因为你弟弟那天喝了酒 一回到公司 就找我朋友吵起来的嘛 然后我朋友一气之下 就把他给开了 然后弟弟就回去给你哭 然后我也给你道歉的呀 结果你还不知足 然后我现在的话 我丢了一个十多年的朋友 打电话也不理我 我现在真的是里外不是人 我感觉 你那什么朋友啊 找份工作 他就把你杀了 那不联系也罢了呀 这样朋友可以不要啊 真的 那段时间我真的太难受了 是啊 还有不光是让你找份工作的事情 还有呢 我让你到我们家来搬家 你也是 二话不说 直接走人 那不是我临时有事情吗 我也跟你说了呀 当时我们领导突然给我打个电话来 工作上出了点小问题嘛 然后让我去回去处理 不回去处理的话 就没工作了嘛 当时我也拿了五百块钱 让他找人来帮忙搬一下嘛 我家差那五百块钱嘛 我家不差那五百块钱 我想的就是吧 让他在我爸面前好好表现一下 结果你倒好 不但不好好表现 直接还说让我弟搬 我弟弟他那么小 能搬重火吗 你觉得 那你弟弟搬一下怎么了嘛 都是二十好几的人了 对不对 让我家里面做点事情 我觉得没问题啊 我也不可能为了搬家的事情 我工作除掉啊 你为我想一下呀 对不对 到你那儿 我弟就成了一个 干苦力活的剪破烂了是吧 那怎么又剪破烂了嘛 你自己说怎么剪破烂了 你把你剩下的衣服 拿给我弟一穿 我弟从来不穿 人家剩下的衣服 那怎么叫我剩下的衣服 那是因为我换了个工作嘛 需要穿职业装 我一直想我那么多衣服 也穿不了 然后你弟弟也比较喜欢嘛 然后我就让你弟弟来选了几件 你想着让他选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买呢 你作为姐夫 买两件衣服怎么了 这是两回事好不好 给弟弟买了衣服呀 买了不少衣服吧 唉